我是阿鲁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Apple Watch的錶帶 哪一款適合呢 簡單先說一下 如果你的皮膚是接觸手錶之後 很容易產生過敏 不管你用任何一款錶帶 它都不適合你 因為你的體質就不適合戴手錶 有些人就是戴久了 他手臂上就會很容易產生濕疹 產生那種紅印子之類的 真的那一類人 我推薦你就不要戴手錶 即便你用再貴再好的錶帶 你的手一樣是會產生濕疹 一樣是會有問題 今天分享這些錶帶是阿鲁的一部分錶帶 那可以說是拿出來都是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 而且阿鲁個人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的錶帶 基本上以原產為主 負長的各給幾個 非常值得推給大家的 阿鲁才會單獨拿出來跟大家推薦 這些錶帶雖然是阿鲁比較推薦的 但是呢 這當中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是要你來忍受的 只要你能忍受得了這個問題呢 那麼這個錶帶可能就適合你 首先第一個就是阿鲁最喜歡 最推薦的這一款叫做 野鏡迴環的錶帶 這款錶帶呢 配戴起來非常非常的快速 它是通過這種魔術貼的方式 可以快速的戴上你的手臂 整體質感呢 非常非常的輕膚 配戴起來也非常非常的快速 戴上去之後一沾 它就能沾了 而且質感和用料呢 都是非常非常柔和的 一點都不刮手 非常非常的無感的 所以它成為了我第一個 推薦給大家的錶帶 我知道是有三種 但是這一條呢是附長的 根據你們自己的 穿衣服的風格 去搭配不同的錶帶 需要忍受的 唯一的一個最大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不耐髒 我的錶帶會根據我自己的穿搭 經常換來換去 我不經常配戴的這一條錶帶 你看它已經感覺是非常非常髒了 所以呢 如果平時的工作環境就是沒有那麼乾淨 那麼我比較建議你不要選擇這個錶帶 這個錶帶非常容易髒 順便講一講 它原廠和副廠之間的區別 原廠就是它的這個錶帶扣呢 是鈦合金的 副廠的就可能才是會稍微差一點 而且它的契合度就沒有那麼高 會比較鬆垮 副廠的魔術貼的這個位置的手感呢 會稍微印那麼一點點 原廠的這個魔術貼的這個邊的 毛球的這個位置就比較的溫柔 感覺非常的輕膚 這就是阿如推薦第一款錶帶 這個叫做野鏡回環錶帶 第二個推薦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叫做單圈錶帶 這個單圈錶帶有分兩種 一種是純運動的單圈錶帶 還有一個是叫做編織的錶帶 那它佩戴起來有個非常舒服的點就是 首先它非常非常的無感 是非常非常舒適的 你只要這樣一拉進去就好 非常非常的無感 你都不會感覺到 你配戴了Apple Watch的感覺 但是有一個弊端 它很無聊 它很單一 它讓你感覺像是在 配戴了一個運動手環 所以呢 我會覺得這個錶帶 可能美觀程度就沒有像前面這款這麼高 就是它美觀程度稍微低一點 這是叫做運動單圈錶帶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編織的這個錶帶 它比運動來說呢 會多出一點美觀程度 並不那麼像是運動手環的感覺 但是編織錶帶會隨著佩戴時間越來越久 它的錶帶會越來越鬆 不可膩的 而且它非常非常容易髒 所以說呢我個人是不太推薦編織錶帶的 雖然它配戴起來挺好看的 而且呢也很無感 這個是這個編織錶帶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那如果你平時跑步的比較多運動比較多 我還是蠻推薦這個運動單圈錶帶的 它非常無感非常舒服 那如果呢你買的是Apple Watch Series 9 原廠應該是配這個運動的這個錶帶 這個錶帶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相比於單圈錶帶來說呢 原廠配來的這個錶帶呢 它配戴起來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配戴起來也非常快 一隻手中指摳住這裡 然後拇指往這邊一按 摳進去了 我很喜歡這個星光色 我經常配戴這一條 這條很好看 運動的錶帶當中呢 還有這個是最新款的這個 採用運動型錶帶 我個人認為呢 是最百搭的錶帶 在不同的衣服來回換的時候 這個錶帶是比較容易去搭配 我的不同的那種顏色的衣服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白色底的 並且它上面有五顏六色 五彩繽紛的這種色點 同時它也比較的透氣 運動的這個基礎之上呢 這個錶帶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發現了一點 就從硬度上來說呢 彩虹運動型錶帶的硬度 就是比原廠的這個叫做運動型錶帶 來得更加硬一點 我個人還是蠻推薦這個錶帶 因為這個錶帶比較好搭 可以搭很多種顏色的衣服 這個就可能會比較挑衣服來穿搭了 要根據你自己穿的衣服的風格 去搭配不同的顏色 這個比較百搭 但是這個比較硬 那講完運動系列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回環式運動錶帶 我個人也是非常推薦 非常喜歡的 跟野鏡回環錶帶相比來說 它可能沒有那麼的柔和 沒有那麼的輕膚 但是整體舒適度而言呢 也是很不錯的 跟野鏡回環是一樣的 配帶方式都是一樣 這樣子一拉一按 就結束了就戴上去了 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下了大暴雨 然後呢我就戴了這條紅色的在戶外 感覺像是有那種樹幹的材質的感覺 很快就乾燥了 運動回環錶帶有個 相比於這個野鏡回環 它有個優勢就是 它不怕髒 即便你在戶外弄到泥巴弄到水 回去直接刷一刷洗一洗 直接下水洗 很快就乾淨了 野鏡回環它就比較不耐髒 但是問題來了 它的質感看起來就比較的廉價 凸顯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位置 它從邊邊角角這裡的一些塑料 錶帶扣這裡全是塑料的 質感會比較差一點 如果是說野鏡回環是屬於 25到35這個區間的 或者是40這個區間的話呢 運動回環就可能在15到25這個區間 會比較偏年輕一點 接下來來講更加成熟一點 對吧 15到25 25到35 那如果你是35到45 或是50更往上的這個區間呢 你就可以配戴這個 可能已經停產了這個皮革磁吸的這個表帶 這個表帶阿如個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它從頭到尾包括從表帶扣這裡呢 都是皮革的包覆非常非常的好 整體的質感非常非常好 但這個已經停產了 這個已經買不到了 正面背面全是皮革 配戴上去呢 你只要這樣子一吸 吸上去它通過磁吸的方式 吸在你的手腕上 皮革材質在貼合你手部的時候 冬天配戴的感覺其實是非常非常舒服 但夏天可能會比較舒服一點 會比較黏 如果你有一些深色系的 或是戶外色系的一些衣服的話呢 這個顏色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歡 這個是現在有在賣的磁吸錶帶 現在這個材質呢 就沒有像之前的皮的這一個款式 這麼的耐張了 我就是因為喜歡這個質感 所以說又入了一個精緻斜紋的這個磁吸錶帶 注意它非常不耐張 工作環境比較沒有那麼乾淨的時候 這個首先容易髒 而且它的強度可能沒有那麼好 它可能很容易壞 這個總體來說 不是非常推 推薦指數五星的話 它可能只有兩星半 但是它舒服程度 是對於冬天來說 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舒服的 最後一條原廠就是 這一條是高三回環 還有一個是叫做 海洋 個人認為 個人認為高三回環和海洋 都是非常不好帶的 首先 高三回環它非常非常的容易脹 如果有用高三回環的朋友 你們自己來講一講 你們知道你們那個錶帶有多髒 第二點 它佩戴起來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你需要去找這個地方去給它扣進去 我個人認為這個錶帶是不舒服的 不好帶的 除非你是有非常非常應和的戶外需求的 你經常在爬山登山或者是極限攀岩的情況下 你就需要有這種非常高強度的佩戴方式 這樣的扣緊方式是不容易被脫開來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極限運動 不是真正的潛水 或是真正的攀岩 我不建議你選擇高三回環 或者是海洋 如果你是個硬核潛水用戶 你可以買海洋 那如果你是個硬核的登山用戶 你可以買高三 剩下的不要買 我個人是這樣講的 當然你也可以看到Tim Cook 就是在平時也是帶海洋的 我不知道要怎麼想 剛剛我講的就是 所有阿魯比較推薦的原廠 那還有一些什麼米蘭尼絲之類的 那種金屬的我也是不推薦的 為什麼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那種 配戴的時候忽然間冰你一下的感覺 特別是冬天 米蘭尼絲會冰一下你的手腕 而且米蘭尼絲會有點歌手 即便是原廠帶還是有點歌手 這個是我體驗下的感覺 好講完原廠 我們來講講副廠 副廠阿魯只推薦兩款 一款這個是不同的顏色阿魯經常帶 大家可以進去阿魯頻道裡面看到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品牌 我也找不到它的品牌 整體的質感跟這個 原廠的這個運動表帶是一樣的 配戴方式都是通過這種扣的方式 直接配戴上去的 中指摳住這裡 然後往上面一扣 也是非常非常快捷 然後我個人因為比較多卡其色的風格的衣服 所以說我經常是配戴這個 那如果你是白色的比較多 或是灰色的比較多 你也可以買灰色的 這個表帶也是非常非常舒適 非常非常好搭 而且它相比於原版的這個運動表帶 它在這個地方是有一些紋路的 看起來會比較的好看 那我因為經常配戴 磨了磨了它就掉漆了 所以呢 副廠還是副廠 副廠還是會有一點這種叫做工藝上面的缺失 看它旁邊這邊也是會有一點掉漆的 對吧 所以呢如果你是強迫症 非常非常強迫症 那你如果看這種東西非常煩躁 那麼我不建議你購買它 還有一種是這個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這個表帶的 這個表帶我也不知道叫什麼牌子 因為我副廠也沒有什麼研究 我看它好看 我就直接拍了 直接買了對吧 那這個表帶我個人也是覺得比較不錯 因為它配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只要一按一夾 就吸上了 吸在你的手腕當中 它這個是磁吸的 體感也是不錯 穿搭上來說也是挺好看 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依然是做工 副廠就是這樣做工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這種毛邊啊 之類的這種問題 我推薦的這兩款表帶 副廠表帶的問題就是 做工不太好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關於這個Apple Watch表帶的所有內容 如果你還要錄影片下載的事情 影片給大家去參考 千萬不要忘記跟阿露點個讚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再見